Hello 大家好 朱昌圖 朱朱昌圖在葡萄牙里斯本的fans直擊 正展開歐洲三角外訪的行政長官賀一成 在當地時間4月19號中午已抵達葡萄牙里斯本 聚集出席朋友局 在里斯本生業廣場舉辦的露營和光雕活動的開幕式 我們的特首精力充沛 展演彩逐一參觀六大博企現場的展位 並逐一聽聽我們博企負責人的解選 看完之後還從他們逐一拍照留念 里斯本當地的天氣非常好 大家都四萬口笑容滿面 之後特首和六大博企高層 會去周濟酒店主持 里斯本經貿旅遊推介會開幕 當然是推介澳門 今次的感受澳門落無限 里斯本澳門推廣活動 由4月15日至22日在里斯本舉行 商業廣場設有 旅遊局、謀畜局、文化局和六大博企的單位 期間重頭戲的光雕表演 每晚都在當地地標商業廣場演出四場 同行的旅遊局長文宇華受訪 這次在葡萄牙的路演 是疫情後首個本路的國際性路演 適逢行政長官賀一誠出訪葡萄牙 令活動的關注度更高 路演和光雕表演說 至今反應熱烈 除了葡萄牙當地人觀賞之外 也吸引不少歐美的旅客 對澳門產生興趣 局長又說今次主要是形象宣傳 因為過去幾年因為疫情 所以國際宣傳停了很久 文宇華又說 雖然國際客佔訪號旅客比例較低 但疫情後數字開始上升 今年2月份平均有1600個國際客 3月已上升到平均2000 可以見國際客陸續回流 但仍受借於航空聯繫未完全恢復 而有所影響 他提到近期訪號旅客上升速度穩健 希望今年訪號旅客量 能夠恢復到疫情前的一半 即是爭取全年旅客量有2000萬人次 而按目前的情況來看他的形容 較樂觀 好,這集就到這裡 多謝我們遠在李斯本的美女粉絲 特首剛剛剪完彩 先放下把剪刀就有影片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二為馬 多謝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們下集見